關於網坡姐姐的家事 謝謝 不好意思 下一位 謝謝 想喝酒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這個人對喝酒很執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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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抱歉 就是我實在是沒有想到 原來前一碗的酒精 可以到隔天的下午 竟然還可以測出來這麼多 首先還想喝酒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那個 我覺得這個刑罰真的是太重了 要不要聊一下那個 最近有關心社會問題 關於網坡姐姐的家事 謝謝 抱歉 ステージ 再為 最近有講過一個就是前男人 就是四天有四天在喝酒 應該是不是 一個禮拜喝四天 但是我覺得照顧喝醉的人很累 一個人 對喝酒很執著 有溝通過就是少喝 這罐呢 但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喜歡喝酒 你去叫他少喝好像也很可惡 會不會覺得昨天外飯也只要剩水嗎 不好意思啊 現在下面那個女生 沒有這個波動 好好好 就是這個事情 其實我自己也提醒大家 市民在外還是要謹慎 注意安全 對 對 所以你們可以接到拉哥自己 也沒有那麼少啊 只是他真的在演唱會之前 現在每天是沒有休息 他已經沒有休假了 他已經沒有休假了 我家會很累的話 你再給他什麼打氣方式 打氣的方式 我覺得很累的話就是 趕快讓這個人 洗澡趕快睡覺 就是 讓他好好休息 很合理耶 很合理耶 打氣的電腦 不太瘦 瘦一點 但他其實沒有到瘦很多 瘦一點點 每天都要16噸的話 很難不瘦 是不是有時候 沒有辦法見面的時候 要用視訊的方式 跟老公聊天 是沒有到這麼誇張 見不到面 晚上回家還是會見到 但是有時候視訊 其實我跟他主要就是要看忙